988新闻线 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金迪亚新睿 全新一个星期一呢 今天的新闻量呢 真的是满满的 真的 所以马上带你进入今天的新闻主线 我们也不说多了哈 新闻主线 欢迎的报告指出 担心我国的经济停滞 GDP的增长预测调至零 今天新增了19740宗星病例 学生居家学习会展也一直延续到10月3号 慕尤丁说 不会为了继续掌权而违背原则跟宪法 而且他说他已经紧力在抗议了 不适合大选呢 元首委任慕尤丁 担任看守首相 一直到选出新的首相 没错了 这是今天最大的新闻 而且在过去 从昨天开始吧 就是有各种的消息啊 新闻已经陆陆续续传出 今天算是有一个尘埃落定的感觉 为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他预令 慕尤丁呢 会继续以看守首相的身份 旅行职务 一直到一名新首相受委为止 国家王公发出了文告指出 首相今天中午12点30分 觐见元首 在这个历时30分钟的会面当中 陛下已经接受慕尤丁和内阁的辞职信 陛下预令慕尤丁以看守首相的身份 去继续履行他的职务 直到一个新的首相受委任 那陛下还说啊 这符合联邦宪法第40跨湖2跨湖A 还有第43跨湖2跨湖A条文 也就是说国家元首必须委任一名陛下认为 可能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信任的国会议员 成为新的首相 以领导我们的内阁 那看到国家元首在声明中就表示呢 目前是不适合举行全国大选的 国家王公的声明写到 考虑到人民的利益跟安全 国家元首认为 现在举行第15级全国大选 并不是最好的选项 特别是我们现在还在疫情之中嘛 那元首今早呢 也接见了大马选委会主席 听取他的汇报 那选委会主席就说呢 截至今年8月10号 在613个州议席当中 有484个州选区 也就是相等于79% 是属于疫情红区 那元首也获知呢医疗体系啊 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设备 等等的使用率 依然非常的吃紧 也令人担忧 那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元首就呼吁大家要保持冷静 那也看到了首相 某游定今天下午的时候 通过电视直播来宣布 自己呢已经失去 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意味着他和内阁已经辞职 因此就正式宣布 就是他已经卸下这个职务了 他说15名巫统议员撤回支持 同时候他所提议的跨政党合作 也被各政党驳回 也因此呢 他和内阁总词是符合宪法条文的 某游定表示 如果首相不再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 那么首相就必须要辞职 这是一个宪法要求他必须遵守的事情 他还说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事 一直到最后一秒都在拯救国盟 那他觉得至少就让他做好国家抗疫 这个部分 那全民接种疫苗啊 这些等等的情况 就希望做好就是不要再让有人 就是一直在有人去这个生死的问题 他觉得好像没有人去理会了 某游定呢 其实在这场演说当中呢 他也有为自己不足的地方向全国人民道歉 他说呢 在疫情期间 他可以做的 他都已经做了 还说他在接任首相的时候呢 这个不是一份优差 相反的 他是接过一项 对大马甚至对全球来说 是一个新的危机 那某游定就希望可以尽快组成新的政府 确保政府如常的运作 尤其呢 是必须要维持冠病疫苗的接种速度 那未来两个月就是非常关键的 沐游定也说 希望我国呢 在十月底就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的目标 而他也特别提醒国人 不要感到担心 因为呢 国盟政府是已经采购了足够的疫苗 所有人都可以完成接种 他也提到新政府呢 必须要确保继续落实国家复苏计划 放宽经济领域 进而达到我们的这个经济复苏 让人民都可以有收入 另外方面看到了13名巫统州主席 发表联合声明 促请巫统全国国会议员 还有党领袖呢 时刻遵从党的所有决定 他们在联合的文告中 发表了三点声明 第一个就是巫统所有支部和区部领导 以及支持者 必须要保持团结和忠诚 时刻支持党的领导 第二个呢 就是促请所有国会议员和党领袖 根据巫统党章规定的指南 时刻都遵守和捍卫党的任何决定 第三个就是要求所有党员 继续坚持作为巫统党员的斗争原则 规则还有纪律 那就在内阁总辞之后 谁会是下一任首相呢 大家都在关注这一点 那根据新州日报的消息呢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昨天是召开了几集会议 决定向国家元首提成首相名单 而这个名单里头的人选呢 包括了华旺生区国会议员 东郭拉沙里 前主席纳吉 还有他本人就是阿末扎西本人 消息也说呢 原本这名单里头是有四个人的名字 其中一个人就是现任的副主席 伊斯麦沙比里 但是呢 最后一刻伊斯麦沙比里被除名了 这是因为呢 他没有获得党的委托之下 私自去见了土团党的总秘书 韩沙赞努丁 那乌统的副主席 穆罕默卡利今早也向媒体表示 乌统所提成的首相人选呢 是需要由党的最高理事会去决定 他还证实 五名最高领导昨天晚上呢 是已经开会了 出席者包括了阿末扎西 熟利主席穆罕默阿山 副主席伊斯麦沙比里 马哈尔吉尔卡利 还有穆罕默卡利 虽然刚刚有提到的消息说 这是纳吉在首相的名单里面 但是新州日报就引述 根据可靠消息的人士讲到 纳吉现在呢 是没有意愿要做这个首相了 就是没有意思要重新 就认出项 对 那当对于问到这个阿末扎西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出现时 这一名消息人士就回答说 几率其实不高 因为目前局势依然是 东姑拉莎里他的呼声最高 毕竟他早就已经做了许多的部署 另外这一名消息人士也透露说 其实还有一位 来自巫统的资深国会议员 已经收集到了多名议员 拍下的短片 证明说他们签署了法定声明 足以让这一个就是资深领袖 可以在争夺这个相位之争出现的 只不过这个消息人士是没有透露 这一名黑马的名字到底是谁呀 哇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要知道这个人 你猜到底是谁呢 那当然有了这样多的人选 我们也都想知道说 他们个别的这些优势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联系了时事评论员刘维成 我们请他分析 阿木扎西 东姑拉莎里 伊斯迈沙比里 西山木丁 还有安华 这五个人选 如果想要成为新任首相的话 他们个别的优势 还有劣势是什么呢 在目前的那个议论的台面上呢 我们主要看到的首相人选有五个 务统主席阿木扎西 元老东姑拉莎里 看守的副首相沙比里 看守外交部长西山 还有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他们彼此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劣 扎西他作为务统主席 他其实现在拥有就是牵制党员 参议大选的那种绝对权利 然后他有很丰厚的那种政治资本 就是来团结原本已经四分五裂的巫统 他手上的数字虽然不多 不过这些就足以了 就是让那个国门淘汰了 所以他们是召王子来的其实 不过他最大的阻碍 就是有官司在身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利益冲突来的 然后还有他目前也是需要筹备党选 而党员在这之后 可能就不会听他的话了 然后至于孤立 他的优势就是在于他的政治阅历是丰富的 然后再加上他就是当中王室的成员 在党内他也是各派系 就是接受最大的领袖 不过他的那个劣势就是他的年纪太大 而且他在党里面也是无权无视 就很容易就是会收到那个当权派的那个控制 而至于沙比里呢 他的优势就是他是看守的副首相 他呢也是国盟抗议政策的一个直接的那个参与者 所以他很熟悉政府运作还有抗议的那个部署 而以此同时他又收到那个国盟的祝福 所以他能够缩短政府交接的时间 换来言之就是他们可以立刻投入工作 他的劣势呢 就是巫统当权篇的那些官司派呢 是不喜欢他的 至于Hissamudin 他就刚好就是节级的孤立的那个家世优势 还有那个沙比里的那种交接的那个优势 Hissam跟那个王室的关系很好 然后父亲又是前首相顿夫先奥 他在我们政府里面的形象也算还好的 以此同时也是抗议政策的直接参与者 不过他拥有跟沙比里一样的那个劣势 跟巫统单权派的关系很差 然后至于安华 他的优势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明显 就是他作为在野阵营唯一的那个替代人选 他在党内和联盟里面呢 就是受到的所有高层 还有基层领袖的祝福还有支持 而且因为长时间 他不在政府的那个机构里面服务了 所以他有可能他就是能够为政府呢 就是注入一个新的思维 不过他同样也是面对人数不够的问题了 因为国阵呐 巫统呐甚至是伊斯兰党 看起来就不太会像支持安华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他们五个领袖的优劣势 那如果以上五个领袖的话呢 谁当首相 比较有可能组织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呢 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况看来 无论谁成为首相呢 他都会有那个变数的 因为目前他所有的人选 他都没有办法单独掌握 那个多数议员的支持了 如果我们真的要从刚才那五个里面挑一个的话 我觉得萨比里看起来可能比较有机会 就是能够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了 因为如果他能够顺利上位的话 这就意味着他可能已经跟巫统的那个官司派 达至某程度的一个和解了 况且他也不能够在巫统持续分裂的情况下 顺恋上台成为首相的 跟安华扎西他手上呢 他还握着那关键的十五章 导墓的那个议席了 所以只有得到巫统单权的官司派的祝福呢 他才有机会上台的 当然他鼓励上台的话呢 他也有可能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 不过他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在党里面是无权无私的 看起来比较清晰的一些 就是你对于每一个人选都比较了解了一些些 当然今天最大的新闻 我们今天现在还是在关注关于首相的 没错 那你认为呢 新首相主位会落在哪一个政党 or政治联盟里面呢 今天给你三个选项 如果你觉得呢 新首相会落在国盟或是土团 可以点选like 如果你觉得是国政而巫统的话 可以点选love 那如果你觉得是西盟而公正党呢 可以点选wow 三个选项 欢迎你去到我们的Facebook投选 当然如果你心目中有一个名字 有这个人选的话呢 也欢迎在底下的留言区告诉我们 人选是谁 积极留言了 那下段回来呢 当然继续会给你跟进 关于新冠肺炎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王力宏的这首歌 美 988新闻线 988新闻线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金姐心蕊 第二段回来呢 是带你关注马来西亚冠病疫情 国内今天的这个冠病确准病例是稍微下降的 今天新增了19740宗 那这一个也是单日病例连续34天是去到五位数的 目前我们累计的确诊病例超过了142万 水州的确诊病例今天依注是排在最高的那一个 新增了5760宗 沙巴排在第二新增1728宗 第三是吉打州新增1592宗 那必须关注的就是马六甲的单日确诊 今天第一次超过了1000宗 达到1120宗病例 另外沙拉月今天也是新增病例刷新了州内的记录 新增了1566宗 卫生总监通的西山就说呢 我国现在八个州数一个联邦指下去的新病例都达到四位数 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努力防疫 那今天呢也新增了274宗的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人数是去到了12784人 那看到我国上周的各项的疫情数据呢 比起前一周都是有所增加 其中死亡病例的部分就增加了35%左右 上个星期死亡病例有1839宗 而前一周呢就是1363宗 国内的疫情可以讲是持续恶化 那教育部原任高级部长 穆罕拉兹他就宣布说 展颜原本在9月1号分阶段复课的这个决定 也就是说呢 所有学生将会继续居家学习 一直到10月3号 他昨天在脸书发表了视频就说到 在结束了居家学习之后呢 教育部就会分阶段的复课 而且就是会优先让考试班的学生 回到学校去上课 教育部会在近期之内再做一个 比较详细的公布 那虽然说我们现在冠病疫情没有改善 但是全国冠病免疫计划的表现呢 却相当的亮眼 可以看到过去一直有说 我们的疫苗接种量啊 又破了新高啊 那所以说内阁总词原本负责 全国冠病免疫计划的协调部长凯里 他是不是会继续留任呢 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都在关心的 凯里其实也是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嘛 那他今天下午在他的IG就贴图表示说 感谢自己有这个机会为国家服务 也祝福马来西亚 那早前通过视频汇报 冠病免疫计划的进展表示 我国7月份呢 平均每一天疫苗接种量有大约40万剂 是已经超越了原本定下30万剂的目标 他也强调不会停止努力 一直到所有成人都在10月底完成接种 他也希望呢 自己可以继续坚持做完这份任务 那到底凯里他留任的机会有多大呢 我们一样是请到时事评论员刘维成 来给我们做分析 新闻连线 对我而言呢 他的离气呢 确实也是非常可惜的啦 因为他毕竟是国门所有那个内阁成员中呢 就是表现最亮眼的那个部长 他也是唯一一个受到那个朝眼肯定的部长啦 如果沙比里能够继续出任首相的话呢 我觉得他会毫无悬念的就是留任啦 就算到时他可能没有办法分得部长的职位 沙比里可能也是会特色一个职位 让凯里能够继续领导疫苗的那个统筹啦 我也不是说如果其他人出任首相的话 他就会被血肠啦 我觉得以他之前的那个亮眼的表现 不管谁做首相 甚至是安华做首相也好了 我都觉得他有很大的机会呢 就是能够继续统筹这个疫苗施打 而这个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啦 OK这个就是维成他去分析凯里 到底留任的机会有多大 其实很多网民也都在就是 开里的推特留言这件事情 因为他在他的推特上面写了 有关于总资的事情之后呢 很多网民都留言说 啊希望他可以继续留任这样子 那其实再看回来 我国的这个冠病疫情相当严峻 政治局势又在动荡 所以呢国际评级机构 惠誉今天警告 我国马来西亚经济 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停止成长 他们也把马来西亚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预测从之前的4.9% 直接大幅下调到0 惠誉他通过文告说啊 虽然我国第二季GDP 按年成长了16.1% 但是却按季下跌了2% 而这才是真正反映出 我国的经济表现 至于按季下滑的原因 他们这个机构就认为 是因为我国在第二季的后段 开始执行了更严格的封锁措施 那令人更担忧的就是 惠誉他也提到 大马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就是我们还有空间在调的 因为自今年下半年以来 我国就面临高度的政治风险 而且国内的冠病疫情 还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恶化 这些呢都将会进一步影响 我国的经济表现 就好像之前说的 经济跟这个我们的政治 对它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现在是看到 它可以反映在我们的经济表现上面 那今天下午传出 慕尤丁即将下台的消息呢 其实就马上看到我们的大马股市 硬生下跌 富士吉隆坡综合指数 一度是跌破1500点的心理水平 不过后来慕尤丁宣布辞职 暂时担任看守首相之后呢 国内投资者的表现还算冷静 午后的富士吉隆坡综合指数 是收窄了跌幅 必试时是报1502.90点 下跌2.21点 好来回到了今天的现在 就是关注首相这个课题 你认为新首相的持位会落在 哪一个政党或是哪一个政治联盟呢 我们必须说今天的这个投票的 整个情况非常非常的踊跃 我猜一下会不会是很接近 还是有很大的落 其中两个选项是非常接近的 有一个是突出杀出重围 就第一名的那一个 对没错 你直接公布了我猜不到 今天有76%的朋友 投给了Wow这个选项 就是西门Or公正党 那排在第二的呢 13%的朋友投给国阵Or巫统 那11%的朋友是投给了国门Or土团党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的留言是怎样的 因为之前我们有讲 就是鼓励大家 你既有没有一个首相的人选呢 你认为可能会担任 下一任首相的 可以在我们的新闻线的帖资 就是这个现在部的帖资下面 去留言的 OK我们来看一下 哇这太多太多的留言了 我看到Chim Juju 他就觉得说 因为西蒙才是民选的政府 所以他还希望西蒙再次执重 Wu Chun Wu Chun 他就觉得现在重点 应该要放在抗议跟旧经济吧 OK那看一下 是 这一位叫做红的朋友呢 就写了西山木丁 OK那看到拆毁 他自己写了一个选项 西蒙加土团 Lucas Wong就说 希望是安华 OK那 Wu Yu他也是觉得说 有差别吗 他觉得重点真的是 应该放在抗议 还有旧经济 Paul也是选择安华 而Vince Wong就说呢 巫统 但希望是西蒙 所以他心目只有两个 他想要同两个 OK看到一个 这姓陈的朋友 西山木丁 也是去投了一个西山木丁 这个 这几个名字 也是刚刚我们在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Facebook Live底下 留言就呼声最高的那几位 OK那其实刚才 我们就有讲嘛 有消息透露说 巫统呢 其实还有个资深的领袖 黑马 可能会是一个黑马跑出来 不过现在呢 大家都卖个关子 都不知道是谁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 就是尽情的发挥 自己的创意 或者去分析一下 也静观其变 这几天会有些 什么样的变化出现 我们也不知道啊 当然要怎样知道 一个最详细的 一个整理分析 就要收听 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七点半的 988新闻线 我们就是会 针对整个局势 跟你整理 然后可能就会 像今天这样子去 访问时事评论员 跟你分析 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了 我觉得讲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氧气 对 所以最后送到你这首歌 有卓宇 蔡卓宇的 氧气女孩 我是湘君 我是新娘新睿 明天同样时间 继续跟你聊新闻